好 緩重車在高速公路上的內側慢慢往前行動 因為前方有工程人員正沿途在撿垃圾 後方這輛繩子的轎車撞了上來 瞬間的撞擊力道讓它180度的旋轉 還冒了煙 緩重車慢慢停了下來 從計時監視畫面可以看到 車頭起火了工程人員拿起滅火 起滅火 用三角堆圍起了緊接線 轎車的車頭整個撞毀 工程車的緩撞器歪了 凹了 這是11號下午12點多 發生在中山高南下127公里的車禍意外 這樣的情況撞上了緩撞車 肯定是開啟了輔助駕駛吧 原來還不止如此 因為用戶人的那個位駕駛 他用自動輔助駕駛 然後再來是講電話 然後他認為說應該是很安靜 可是一定要撞的東西 他就撞上來 安自動駕駛是他駕駛自己講的嗎 對對對 他講的 然後再來講電話 他說他也有講電話 駕駛坦誠 車輛開啟輔助駕駛 而且當時在講電話 沒有注意到車前的狀況 結果一頭撞了上去 還好駕駛人並沒有大愛 自己坐上了救護車送醫 但是這一狀 除了撞擊的車輛之外 環撞擊的部分 大約也是撞掉一輛車的價值 注意用戶人 行駛高速公路時 應注意前方路況 不疲勞駕駛 注意主車安全 許多車輛具有自動駕駛的功能 造成駕駛過度依賴 反而忽略行車駕駛上 應注意至危險 提醒用戶人 人靈火好方向盤 注意車前狀況 小心駕駛 有些熱騎駕駛 也要用摩住 是不合了 注意看 可以自動駕駛 要問管 能力 快點 沒問題 有趣 需要 有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